我们学大乘经的人听得懂 没有学过的人听不懂 这物质就摆在面前 怎么说是没有呢 摆在面前就是你看错了 你没有看到真相 真相是怎么会事情 刚才讲了念头 里面是产生的 《大乘经》里面佛书 这佛跟弥勒菩萨对话 其实他们的对话是说给我们听的 佛问弥勒菩萨 弥勒是等觉菩萨 是后部佛 佛问 佛的话是这么说的 心有所念 极念 极相事业 这是经文的原文 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来说 就是佛问弥勒菩萨 我们这些凡夫动一个念头 起心动念头 这一个念头里头 有几个细念 就是有多少细念 有多少个物质现象 有多少精神现象 这几相事业 那个相就是物质现象 实就是精神现象 佛经讲的 佛经讲的五蕴 就是寿相形实 这叫实 寿相形实 我们听了这个话之后 才知道佛经上所说的五蕴 我们原先以为五蕴 是我们的人生 不是 是说那个基本的物质现象 有多少个物质